所以為什麼我會認為說 是一個卸任的元首或是國民黨 他們持續擁抱這個所謂的虛幻的九二共識 或者是說對於臺灣跟中國之間 還有互相隸屬的這種關係 這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已經是無法接受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過去八年經歷兩次的選舉 二零一六年跟二零二零年 事實就證明說年輕人 以及所有的臺灣人民已經用選票 告訴國民黨 告訴馬英九政府 你在以前這八年 對於臺灣跟中國之間的兩岸政策 大家是不買單的 那你到現在還要持續擁抱這樣子的 一個中國跟臺灣的關係 予以尊重 但是我必須說 這個其實就是國民黨現在的危機 一個百年老店 他認為說 如果是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那我問一個最簡單的一句話 既然如此的話 那現在臺灣是不是要主張中國 中國大陸地區 也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要反攻大陸 就跟以前蔣家的時候一樣 現在蔣萬萬還出來選市長 所以我說這一整套根本就已經不在 現在的國際情勢裡面 還去擁抱這個東西 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說 都會是非常荒謬 大家還是會回到說 現在的臺灣 在國際上面面臨哪些困境 我們在事物 世界衛生組織 或者是在各個國際的大會上面 我們有沒有可能成為會員國 或者是有相關的會員權 代表權可以去做發言 可以參與更多的國際組織活動 那另外就是說 共機共建的擾臺 其實你說臺灣在過去這幾年 我們有什麼時候是主動挑釁的 從來沒有 我們這些兵凶戰危的時候 難道是因為臺灣做任何事情嗎 沒有臺灣從來沒有對於中國 有任何軍事上面 任何這種採取比較激進的作為 從來沒有 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對於臺灣的 這些不友善的行動 包含說在政治經濟跟武力上面 所以在國民黨現在持續擁抱這個 這樣子一個虛幻的九二共識的政策情況下 我覺得在地方選舉 或許地方選舉 這個地方勢力盤根措斜 或許國民黨還是可以擁有基本的一些席次 跟一些地方的盤踞 但是我必須說回到這個 整個國家意識跟國防安全的時候 在總統大選 或者是面對國家安全的時候 國民黨這套政策 臺灣人是絕對不可能買單的 對 所以思高興 因為過去很多 包括每次選舉大敗的時候 黨內年輕人就會出來呼籲說 國民黨要改革 那還有當然是國民黨兩岸政策 過去就是被驗證過 覺得臺灣人不買單 所以過去才會有一些大敗 但是馬英九這一套說詞 是又把你們的兩岸政策 倒回老路上面 馬英九講這個 並沒有講兩岸政策 馬英九講這個 只是國慶的邀請函上面 還有國慶的一些標誌上面 就寫中華民國國慶 我覺得很可惜啦 就是民進黨邏輯說 因為中華民國在國際的能見度很低 所以我們就變配我用臺灣 那好這幾年 臺灣的能見度很高 那會不會告訴我們的 所有的國外的好朋友 支持我們的人說 我們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我們自己發的邀請函 中華民國官方發邀請函 難道這麼羞愉 把自己的國民選上去嗎 難道在於我們的排訪上面 當外國人進來到中華民國的時候 難道他也會以為 他進來到是北京嗎 當然不會啊 當然知道他進來是中華民國 我都把客人請來了 我還不告訴我 我主人叫什麼名字 這荒謬嘛 那蘇貞昌說對臺灣沒感情 那你對中華民國也沒感情啊 你拿著俸禄 蘇貞昌高官也做不少吧 立委 縣長 院長 他院長還做兩次 還做了中華民國時間最長的院長 怎麼會對中華民國沒感情呢 但是馬英九說 我們要互相互相不承認 互相不否認 就像剛剛講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這是憲法的規定 憲法就是你中華民國憲法 OK 那固有疆域領域 那就是一個長期間累下來的問題 如果這問題這麼好解決 就不會有兩岸問題啦 但蔡英文總統 如果說覺得這起碼不一樣 那你可以修憲嘛 你現在立法院裡面多數 你可以發動修憲啊 很多獨拍的朋友說要修憲 蔡英文蔡總統也不敢修啊 你顯然知道說這個事情 有相當的敏感度 跟國際上的危險度吧 所以就是說每次這些事情 就是說都拿來做一個商戶的一種口水戰 其實對於中華民國的年建度 對台灣的年建度來說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幫助 我們在座很多人都是有 都成立競選總部 我們總部一令的是 我們自己名字張思綱嘛 台 我們的這個牌子上面 大五台唱兵說 張思綱競選總部成立嘛 我不會說小剛剛進邀嘛 沒有人 小剛剛是我們的暱稱嘛 尤其我們的好朋友叫我小剛剛 我覺得很開心 是我們 我們是好朋友 但到政治場合我還是用張思綱嘛 你都來了我的場合 當然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誰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政府在國際上用台灣 我覺得沒有什麼意見 或是說ROC 關號台灣也都OK 但是你都請國際有人到我家了 不告訴人家我的名字叫什麼 我覺得這個邏輯也很荒謬啊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講這個話 就反正說他今天對中華民國沒有感情 那你對中華民國沒感情 就不要做中華民國的官嘛 邏輯就是這樣 你不要又拿錢又嫌人家髒 但是我們秦王哥說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那馬英九這一套話 會不會反倒說 對我們的國際友人釋放出一個錯誤的訊息 就是說因為其實他看到紐實 最近的報導說 美國希望讓台灣變成一個武器庫 那他凸顯出來的是美方的戰略清晰 那這個底線 就是至少要讓中國知道說 不要輕舉妄動 但是像馬英九說 我們千萬不要說我們是兩國 這樣才可以保證我們的和平 其實今天那個曹慶成 這個聯電的前創辦人 他講得很好啊 今天聯電的創辦人 其實就告訴你說這個叫馬英九 不要再把過去一個中國的 那種固有的那個架構 一直拿來困擾台灣嘛 什麼叫不要把一個中國架構 拿來困擾台灣 他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為什麼之前馬英九會告訴你說 這個之前一中各表 這件事情得通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兩蔣父子在的時候 告訴你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中國 對不對 但是對老共來講呢 他的一個中國代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所以在兩蔣時代其實他們那個時候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非法政府 中華民國才是合法政府 但是到了現在我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老共現在會認為誰是合法政府 當然認為他自己才是合法政府嘛 尤其最重要的是馬英九可能沒有體驗到一件事 這個進入習近平時代的中國跟過去的中國已經不一樣了 進入習近平時代之後呢 他就是一直想要把你吃掉 而且他的動作是越來越強硬 這是事實 好 那最重要的是從二零一九年之後 他也不承認 他也不接受一中各表這件事情 一中各表這件事 老共還特別論述了一大篇 告訴你他們就沒有沒有這回事 所以那個聯電的創辦人曹新成才會告訴你的很清楚 他告訴你什麼呢 他就告訴你現在對中國來講 只要是你只要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個以外的都叫做台獨 你就是台獨 所以曹新成告訴你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說臺灣早晚也是會面對這個問題嘛 那你當然對國際友人來講 你要釋放出正面的消息 告訴 正面的訊息 告訴他我們就是中華民國臺灣 然後而且最重要的是臺灣這件事情 所以他才告訴你說 不要拿過去的舊的架構 尤其是兩蔣時代 當初的那個一個中國等於中華民國的時代 拿來困擾現在的臺灣人 所以幹嘛在一個國慶的議題上面做這樣的打轉 那同樣的回到剛剛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蔡英文總統告訴你很清楚 就叫做中華民國臺灣嘛 他沒有否定掉中華民國 但是他把臺灣給概念給納入進來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到現在 一直要講到兵凶站圍這個題目的時候 請問是誰造成兵凶站圍的狀況 這個有主動跟被動 尤其是每次講到抗中保臺四個字的時候 我都還要再強調一次 我們是被抗中保臺要把被講清楚 因為我們是被威脅被恐嚇之後呢 你才被迫要做出一個抗中的動作 你不是一開始 兩邊看起來和和氣氣的 然後我就突然說我要抗中 我要抗中我要打倒中國 沒有人這樣吧 我們是因為被人家一直軍機擾臺軍艦擾臺 然後甚至呢對你試射導彈 所以我們才會出現這樣抗中保臺的狀況 你是被抗中保臺 你不是主動要去抗中保臺 所以我每次都還跟民進黨的朋友在強調一次 不要只有抗中保臺這四個字 你是被抗中保臺 要把那個被把它講清楚 其實是五個字的概念 所以每次你不把那個被講清楚的時候呢 感覺好像都是我們臺灣主動去挑釁人家 基本上我們都是被威脅被恐嚇 然後逼不得已的時候 到最後要站出來 而且你去看一件事情 聯電的曹新城創辦人為什麼要站出來 他過去在政治上的表態其實沒有很多吧 那為什麼這幾年他表態特別多 他就告訴你很清楚 他也是二零一九年看到香港的狀況之後呢 他發現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老共是鐵了心啊 連你一般平民老百姓的自由人權他都不給你 然後他都要打壓 因為過去香港是有自由跟人權的 但他發現老共接手了之後 一國兩制都是假的 所以曹新城創辦人才會跳出來動作越來越大 到日前才會告訴你他拿三十億出來 所以同樣的事情 過去曹董的立場 當然說大家都覺得說他偏懶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他其實真正告訴你他的立場 其實他是從臺灣的角度出發在看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從臺灣的角度出發的時候 你要保護自己 要保護自己 你就要把自己的立場論述清楚 所以中華民國概念還在 但是臺灣的概念也不能夠沒有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苗栗的選情 因為苗栗這次選情是可以說是整個中 中部啊 中部最受到關注的 因為現在有個最新民調發佈 是民進黨提名的徐定征 他的民調是百分之二十點七 那脫黨 五黨 現在是五黨籍的中東籍他是百分之二十一點八 國民黨的謝福宏他墊底百分之八點七 那時代力量的宋國鼎 然後他還有百分之十一點五 所以我也問一下小周老師 對苗栗選情比較瞭解 民進黨視這一次為七十二年來第一次有政黨輪替的機會 當然這個是不是有政黨輪替的機會 最後面接斷的這個選票的催票才是關鍵 我比較講 謝鋒現在雖然就趴趴多了 這個看起來不是個咖 但是國民黨還是有一點底力的 特別是謝鋒他基本上掌握 我們一般講後龍溪流域的一些重大的樁腳 現在都在他這邊 只是錢要不要下去的問題 所以還沒下去就對了 這個目前看來國民黨還是相對比較困窮 那另外一個爆點就是在於說 徐耀昌到底會不會被開除黨籍 朱立倫今天說還在進行中的事情 他都不處理 他不敢表態 還在進行中的事情 他不表態 那苗栗縣 必須要跟各位稍微解說一下 苗栗縣自從國民黨沒有黨產之後 苗栗縣黨部就是由地方上的最大的頭人 去支撐整個黨部運作 所以之前的徐耀昌在支持 徐耀昌之後是中東警在支持 中東警拿不到提名之後 變成劉振宏來支持 所以現在的地方黨部 就是劉振宏的地方黨部 而劉振宏就是支持謝弗洪的人 好 現在的局面是劉振宏 把最前面的中東警開除掉了 然後接下來是不是要把更前面的 徐耀昌開除掉 這會影響到地方上的許多國民黨人的 這個相對的移動 板塊的移動 我認為就目前來講 因為宋國鼎指出了非常多 中東警的一些過去案子 包括他踹頭 把人家踹到這個傷害致死等等 的案子 使得這一次的情勢產生一些波動 但是在地方上呢 中東警現在是盯著徐定生在選 因為徐定生畢竟是第一有民進黨的支持 再來更大的特性就是徐定生 其實跟中東警戲出同門 他們都是頭份的地方派系 所以他們兩個會彼此互相搶票 對於中東警來說 他原本塑造了一個和善阿博的形象 現在因為這些過去的社會新聞 過去的刑事案件被破壞了 所以他必須回去故莊 他選擇了什麼呢 就開始猛打徐定生 在地方上已經有非常多 開始攻擊徐定生的東西丟出來 只是我們在臺北比較看不到 所以後續的態勢就是要看 第一 徐定生他們的穩住正腳 鞏固他基本的盤勢 因為目前看來徐定生在動員上面 其實他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 因為民進黨在苗栗地方上非常弱 如果我不跟你講 你可能不知道民進黨在一九九七年 在苗栗選幾趴 答案是四趴 民進黨提名人只有四趴 那徐定生他上次選到三十七趴 之所以會有這麼高 是因為劉振宏去支持他 將第三勢力支持他 但是第三勢力送我頂分出來 而且拒絕跟徐定生做整合 所以就目前的態勢來講 苗栗現在還是四足鼎立 大家都背後各有各的支持票 那最後階段的充斥 還有一些過往社會議題 社會案件 刑事案件 會不會後續爆出來 而產生的選票移動效果 我覺得這才是最後的決戰點 因為其實剛剛講到說 這苗栗的地方派系 其實他相當複雜 像中東警的政長是許耀昌 所支持的 那謝弗宏就是前縣長 劉振宏支持的 其實這個許耀昌跟劉振宏 兩個人早就是不對盤 因為苗栗有所謂的劉派 還有黃派 那所以這個長期 其實他們是有兩個派系輪流來執政的不成文的這樣的一個慣例 所以這次黃派的許耀昌 他當完之後 照理說應該換流派的謝弗宏了 結果總統你就直接跳出來要搶 所以就好像逼國民黨 像小趙老師說的 國民黨內好像逼他選邊站 那現在關於撤銷許耀昌黨籍這件事情 可以看到朱立倫是不敢表態 他說對進行中的這個 不會去評論 不會去表態 但我問他思高說 你這樣子 你們國民黨在苗栗 人家俗稱苗栗國 已經執政這麼久了 這一次看起來謝弗宏 民調墊底 底成這個樣子 接下來怎麼辦 這個題目其實蠻有趣的啦 第一個我覺得會不會出現兩個人 就是謝跟中之間的一些選票 變成一個棄保作用 因為兩個都打的是跟國民黨有關 特別是中東警察說他是正藍 所有的文宣都說他是正藍 OK 那你說謝弗宏如果出現說 他的整個的盤勢太低的話 那會苗栗縣的地方 地方派系 那為了維持 那會不會出現一個自動的整合出現 你覺得謝弗宏會不會棄保 我覺得會有棄保的情況 我覺得棄保的情況會出現 不知道最後最後一天 誰的那個民調多 特別是民調的封盤 前十天 就是大家決定未來十天 怎麼棄保去運作的一個 一個時間 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會出現 兩個跟藍營系出同門的人 去做一些整合 去做整合 那我私底下瞭解 黨中央對於這個縣長的站臺 大概也會出一種冷處理 也不會主動去開除 開除黨籍 也不會去 也不會去 做一些特別的動作 免得刺激 免得刺激 特別是很多的這些地方 大家的關係千絲萬縷 往有人記上的彼此的不滿意 也有這個實質利益的流動 所以我覺得畢竟選舉 是一個高度政治的一個決定 那所以這個時候黨籍 有時候用跟不用 其實也是一個工具來做處理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會不會出現 選票之間互相有棄保的情況出現 我覺得這可以觀察 好 我補充一點 其實在苗栗 在今天之前已經發生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年輕一輩的藍營議員 所謂政二代 政三代 基本上都已經投奔到中東景那邊去了 那為了不讓這些年輕的藍營議員 被開除黨籍 所以推出一個叫中東景條款 什麼意思呢 國民黨在苗栗縣的議員 有黨籍的議員 如果你要幫五黨籍講白 就中東景 輔選的話 只要獲得地方黨部同意 就可以不受黨籍處分 比如說我是國民黨的 我不幫國民黨提名人輔選 我跑去幫五黨的輔選 不會被開除黨籍 但是地方黨不同意 就是等於劉振宏 系統那邊要同意 但是實際上地方黨部就是 這是地方黨部主動釋出的一個賽意 但是原來國民黨十四個議員 有十個選擇 不掛國民黨再選 所以掛國民黨的只剩四個 這也就凸顯了各派系的基本實力 就是這些明明我還是國民黨籍 但是我不要國民黨那張推薦書 我都掛五黨 我在報的時候都報五黨去選 這也是中東你展示實力機會 不過這一次對於徐耀昌 對於中東警的浮現 地方黨部就建議撤銷黨籍 他就是不給你適用 所謂中東警條款 所以在地方上已經掀起一波 一波波 意思就是說 顯然劉振宏 因為現在主委是他 劉振宏就是要搞徐耀昌 就是要搞徐耀昌 那雙方的不合就結合 那徐耀昌大家也會講 二零一八年你就是在幫徐定甄選 就大家又講全部聊天 二零一八年你就是幫徐定甄選 為什麼黨部不開除你 現在我去幫中東警員 黨部就要來開除我 所以現在地方上 正在有這些情緒在發酵 那比較尷尬 就是更老的縣長 傅學弘的縣長 也被拖出來講了 對他現在是在謝弗宏這邊 但他最後會不會西瓜靠大邊 突然又再靠回去 我覺得值得觀察 不過至少謝弗宏 現在有穩住了 現任立委徐志榮 現在本來是被朱立倫扛出來要選 但是他當時強烈抗拒 就是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中東警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這樣陷害徐志榮 徐志榮 然後謝弗宏 徐志榮怎麼樣就抗拒不懸 他就要自在市立委 對他當時非常抗拒 就是因為他知道中東警是什麼人 所以他非常抗拒出來對抗中東警 所以當然他至少這一次 有陪徐志榮出來開記者會了 就是指責中東警的過去踹頭事件 所以我認為現在局勢正在 巧巧地發生一些有趣的變化 但是苗栗與其是看政黨 不如還是看所謂地方投人 這個你跑到我這邊 我跑到你這邊 在最後面 這可能會有很多外界 所無法想像的發酵 對 所以現在地方在選邊站的時候 其實謝弗宏 為了要穩住自己 不要被成為那個被棄保的對象 所以他現在就嗆中東警說 你涉及傷害致死罪 就是宋國鼎爆料的 他過去的這個一些事情 那他應該你 中東警就應該要兌現 你五月的時候記者會的承諾 你說如果你有涉及這個的話 你要辭職 你要退選 但是因為中東警說 我當時是做黑牢 他是不認帳的 所以整個還反爆料說 你二零二零的時候 總統大選 你謝弗宏 就是出賣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在我們苗栗得票 才會這麼差 就是兩邊這樣一個藍軍的混戰 所以問一下小玉姐 你就是 如果是以徐定禎的角度 來看的話 現在應該要打什麼樣的一個戰略 才有可能在這一次 有一個翻轉的機會 當然徐定禎的這個 如果要作翁 漁收 漁翁之力的話 當然還是就是說藍營的分裂 所以才會講說 七十二年來最有可能 這個變天的一次 那看起來現在綠營的策略 就一直 如果他們認為 現在目前看起來 民調還是中東警領先 那謝弗宏當然就有可能是 變成被棄保的那個 那你說民進黨打什麼策略 當然還是繼續去挖中東警 之前的黑 黑料 因為中東警為什麼要改名 然後還有包括他之前 到底做什麼事 那當然對於這個綠營來講 他的現在選戰策略 就是一直在挖說 這個中東警以前的黑歷史 對 黑歷史一直挖 就是讓選民的印象 就覺得說你們要選這種人 當這個縣長嗎 看起來他的策略是這樣 你看宋國典也是打這樣的策略 那回過頭來 我要講是說 其實中東警他其實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這是批 他不是批國民黨 他是批朱立倫 他討厭的是朱立倫 他有恩怨的是朱立倫 不是國民黨 所以等於說中東警 他不想跟整個國民黨為敵 他也表示說 如果他當選的話 他可以就是說 跟國民黨保持合作關係 因為事實上很多的縣市長 或是議員都是這樣 他也許跟跟這個 他也許不打國民黨旗幟 可是選後還是可以跟藍營保持合作 中東警現在態度就是這樣 他反的是反朱立倫 他也不否認他到最後的策略 他就是要打討厭朱立倫牌 你看到文宣什麼的 還是標榜他是正藍 是因為他所以他不要打國民黨 因為他認為說到最後他是有機會 如果到時候跟這個謝福宏 可以棄保的話 那如果他一直打說 謝福宏民調這麼低 這麼低已經不可能當選的話 那你們不想要讓綠營當選 就來投中東警 他的策略是這樣子